马来西亚星期一全面启动摩托车自动通关系统之后 通往雾兰的柔佛长堤清晨的交通连续第三天出现了摩托车道堵车的情况 但是呢也有骑士表示情况跟前两天相比已经改善很多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喇叭声频传警员在场维持秩序 马来西亚柔佛长堤通往雾兰关卡 清晨六点左右开始出现了长长的摩托车龙 这也是当地启用摩托车自动通关系统之后 连续第三天发生类似的情况 一些骑士试图插队走捷径给大型车辆造成阻碍 一些骑士对新系统造成的不便感到不满 想比平时快可是明明就是比平时慢这样子 现在要花多久 柔佛长堤交通大约在 以前呢 前两天比较塞比较多 今天比较塞比较少 柔佛长堤交通大约在早上七点开始恢复正常 另一方面第二通道的摩托车龙 同样也从清晨六点多出现 到了七点左右交通严重阻塞 不过交通在八点左右恢复顺畅 有点小光临的摩托车龙 不过交通的摩托车龙